最近有很多视频 网上有很多视频 反映了这一代老年人的一些坏毛病 我们不能说所有人这样 但是有部分老年人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视频讲的是重庆那边 老头老太太们排队上公厕 但是不是进去方便的 他们就是到公厕门口去拽卫生纸 卫生纸是那种抽拉式的 抽出来 但是是里面是很大一大卷 所以呢就不停的抽 然后网友们就评论说 这么不讲功德的事情 居然还排队呀 排队干这样的坏事啊 那确实这个公共的东西 不是拿给你带回家用的 这是方便给那些在这儿方便的人用的 你们都抽走了 别人方便的时候不就没有了吗 而且这样公开的排着队的 耗这个国家 耗社会的这个公共财物啊 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对老年人应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而有一位老人呢 自己下楼的时候呢 看到大厅里面有这么一个担架 其实是铁担架很重的 他看看四下无人呢 自己就拎着就出去了 把他拎走了 哎这简直是气人 更气人的是什么呢 这担架是人家殡仪馆 带过来抬死人的 所以据很多网友评论说 阿姨知道这是抬死人的吗 还有人说 这大概是带回家去抬他老公的吧 确实你说 看到这些东西放在公共场合 真的不能动心 你这个是别人的东西 你就不要拿嘛 这从小不就是这样教育的吗 所以这个建立起义啊 真的要不得 尤其现在都有监控的时代 你就不想想那监控看着你 你后背不发凉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